全球地缘冲突不断 各地区乐部问题错综复杂 随时可能引发新的危机 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 越不能打越可能还打 从地到地缘 从训到战 随时准备打仗 已经成为大家的行动之决 整整27年 我都在与无人机打交道 从当年半字笼话 到如今各型号全字笼话 从配角到新宠 未来战场 无人机不可替代 无人机大战 推动了全球无人机战船的新铁战 无人武器已经成为主力武器之一 我们的无人机 在战场上如何发挥它的战场架底 能够在战场上摧毁敌有限目标 飞机放飞 距离一公里 高度一到五十米 今年全国两会 习主席强调 要打造新智生产力 和新智战斗力增长机 作为军队人的代表 当时听到这句话很正理正乎 并将监禁了我们抢战 无人作战新赛的决心 前方发现敌坦克一辆 是否追回 追回 打仗在龙组一山下 就是打老仗 高效低耗才能达到起 达到赢 我们每天站在心灵里面 不仅要有赞仓变化 有数度 更要和自己较劲 假如咱们把想 如何让无人作战力量 发挥更大的咱们价值 不仅要有赞仓变化 全联注意 三元下车 就地隐蔽 动三动四 遣除爆炸 进行 当今水泥森林里的熬战 它像一个大棋盘 每一个棋子 每一个小单元 都可能各自为战 怎么打 每个人都要了然于胸 更要清楚地知道 如何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班长也要练谋略 手工兵棋的棋子 就是你们的战车和战友 头子就是代表着 战场上的种种不确定性 你们每走一步 都直接关乎着 整个作战行动的胜与败 要细 要精确计算 我认为我不战车 可从西侧沿沿中路 向东侧式机动 而后对西侧之敌 实施火力打击 兵棋推演模拟真实的战场 将可能遇到的情况 进行推演 未来战争 是一个多兵种联合作战 但是我们 对其他的兵种知识掌握 停留在了理论层面 未来在作战的时候 也必然发挥不出整体的作战性 但是手工冰棋 它加入了对抗 加入了规则 融入了武器装备的性能数据 所以在组织裁决 评判的时候 让我们的结论 更加具有科学性 所以下路我们的作战 有一个更加至关和深刻的了解 今天兵棋推演 以延伸至连排班一级 进入一线作战班员 就是让每一名班队员 更加直观感受 战场的不确定性 学会如何打赢班长的战争 二班班长组打击敌不上车 开始接触手工冰棋以后 为我们延战谋战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通话技的作用 文机组取备文人机高度100米 对B209建筑物实侦查完毕 这些年我们连坚持把 学习强军思想的落脚点 放在备战打仗上 在实战实训中 不断提高战斗力水平 假如战斗打小 如何灵活运用谋略战术 更好应变 每次与强敌过招 一招一试都必须硬碰硬 假把式只能互动自己 对手是不会陪你演戏的 我们无意与任何人为敌 但面对无端挑衅 等待他的必定是迎头痛击 平时训练紧贴实战 几乎每次升空 我大量的练同性机 异性机空战 助兵种联合演练 更深入的掌握 自身的武器性能 那你的极限在哪儿 千锤百链的技术 才能在今后的战斗中 更好地去处置 去应对 就是当时外机地空飞过来的 不是特别受危惧 近乎垂直90度 冲穿我们的领海线 下边两层也 那我很艰巨啊 说好准备 来就过来了 好 来了 上去 上去 上去平行卡位 让他政策方 我稍靠前一些 让他能直观地看到我 逐渐地向他 按幅度缩小建筑 逼迫他 远离我们的领海线 按幅度所按幅度 挖到外皮 我做完这个动作以后 他改变方向 结果他持续做了一个攀旋 对着我们的领海线 又过来了 你接近中国的空 你正在向中国空间 请请请请请 请请请请 我带架外面 对 这个位置你拦他 对对对对 对对这样 你也能看见 面对强敌对手 腰杆子不能弯 腿肚子不能抖 预立于长空之上 我们对这句话感受更深了 下路相逢勇者胜 必须逢敌亮剑 在那个时候 没有其他任何想法 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把他赶出去 假如战斗打响 如何用对手之盾 魔力制胜之矛 跨越一速之高 是陆航部队 飞向胜利的方式 离地面越近 意味着有危险越近 发生险情 升机多数情况下 很难通过跳传和弹射方式来处置 特勤处置训练 是直升机飞行员 向战卫战的必训科目 发动机停车和围奖失效 是战场上最常见的两种特技 敌人会用他的夜视导弹 针对我们的动力系统 发动机围奖进攻击 最为凶险的是 围奖失效 反应时间 加上多动作时间 不到两秒钟 两秒钟之内 把这个重机放到底 要不然的话 就会造成旋律转速低 围奖失效后 直升机会产生 急剧的偏转 如果处置不当 就会因失控而对地 我经历过生死瞬间 就是在那关键的疫苗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息跟内骨 换来了全地主的生命 如果说我现在 在遇到这种问题 首先心里边有底气了 我知道它的现象是什么 我知道我第一时间该做什么 不管是说从训练角度也好 还是从作战角度上也好 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 训练这个特性 都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最复杂的特性 都配好了 其他的特性 我觉得都不是什么问题 为战育人备让打仗 为我们教育的一个任务的转型的话 就是躲上讲台 能够教书育人 躲下讲台 他们就够直接回上战场 也就是部队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那我们就有什么样的师储 能够进行相应的一些联训 练这些处置 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各种情况 都要把真金落下来 保住地上的人 打好后面的仗 险要练兵 威要失序 只要能确保胜利 我们从不畏惧 哪怕以最危险的方式降落 假如战斗打响 如何把曾经的显然之处 变成今天的盛战之地 两栖攻击舰 两栖部战车 气电艇 舰载直升机 今天的陆战队 以成长为一支 新智作战力量 我们转型的每一步 都回应着 孔帅的关切 这几年 我们在战斗中磨砺 在任务中成长 登陆作战 依然是最残酷的战斗 想要在残局 僵局 困局中破局 必须做好 万全准备 这是一片没有掩体的场地 无险可守 刚多了 气要更多 我是刺 我是刺 当我们的子弹打光了 我们可以用刺刀 跟敌人拼 我们没有刺刀 那我们的身上有什么 有拳头 有牙齿 我们的每一个部件 都可以当作武器 追 前方已经站立着地 每一次演训 尽可能逼到山穷水计 直面恐惧 才能战胜恐惧 太慢了 快点 要快 要快 要手发着灯 我们勇往直前 没有退路 这一年 越来越多的演训场上 留下了我们的血气 胆气 无论是陆地 海上 还是空中 踏遍万里 只为衰恋成为 和成功 快速反应 全域运用的 精兵禁运 有些仗不好打 但必须打 就得有 无破楼兰 忠不还的决心 拨出一条命 你要把战旗 插上成图 假如战斗大响 假如战斗大响 三 二 里面 三 二 里面 我们组终于敌举举手 战斗 左向方扬带领处 敌反大压手 按十二号判 冲冲 冲冲冲 冲冲冲 驚喜,驚喜,驚喜,驚喜 驚喜